明朝景太年间 山西太原府李嘉湾有一理性男子 因为太穷儿子生下来后 他便将其送给了于次县 一个叫桑茂的男子做养子 李时桑茂已过天命之年 却因自身原因未能生得一儿半女 于是得了这个养子后 他喜爱异常 完全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 为了此次将来大展宏图 亦非冲天 他特意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桑冲 名字寓意很好 桑茂家的条件也很好 可是这个桑冲 陈天却不思进去 经常跟些社会无业人员鬼混 桑茂多次教育 这小子就是不听 后来怀染上了毒瘾 陈天搞赌 很快就把桑茂半辈子的积蓄败光了 桑茂忍无可忍 最终告诉桑冲 你是我从别人家里抱养来的 现在你翅膀长硬了 没人管得了你了 你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说完 桑茂含泪将桑冲赶出家门 并告诉了他亲生父亲的住址 桑冲这才意识到自己玩出阁了 只能无比郁闷地离开了桑家 去李嘉湾找他亲生父母 可是到了那里 他发现李富比落魄的桑茂还要贫穷 于是只看了一眼他们破败的房屋后 他就去大同府谋生了 这一年是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 在大同府桑冲看到了更加美好的世界 他发誓要借掉毒瘾学一门技术活 然后努力挣钱 让自己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 恰好这时坊间传言 山鹰县有个叫骨才的人 将自己装扮成会真鲜活的巧妇 以四处教授别人家女子手工活为幌子 暗中与这些妇人同宿行间 毕竟十余年都没有被发现 桑冲盼望的就是这种生活 于是他费尽了周折赶到了山鹰县 找到了这个叫骨才的男子 当时骨才已经筋盆洗手 不干纳却得势了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一旦事情败露 官府追究起责任来 他必然难逃一死 怎奈桑冲之思态度坚决 在骨才门外跪了三天三夜 然后又起了毒誓 保证被官府抓了 也不会供出骨才 骨才这才收治小子为徒 首先教会他男扮女装的技术 再教他如何修眉 描眼 玩发技 除了这些技术火外 骨才还教桑冲如何烹饪 如何刺绣 成化三年 桑冲出师了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桑冲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于是他将自己化装成逃难的农妇 首先去了河北境内的一个小县城 在这个城里 他以教人刺绣为名 先后骗取了三位附加千金的信任 进入了他们的大院之中 随后 这丝进一步拉近与他们的距离 并偏说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 这些富家小姐见这个老妇人面扇 就好心让其上床 结果中了这小子的圈套 吃了身不说还不敢到处张扬 真正吃了个哑巴亏 成功做了三件案子后 桑冲胆子更大了 于是他又跑到山东 河南 湖北等地作案 在死过程中 他要么将自己装扮成讨饭的富人 要么将自己装扮成遭受家暴后 离家出走的小妾 借以博取别人的同情 每每这时 好心的人们便会给只小子找个落脚地 让他暂住下来 桑冲抓住这个机会 免费交周围的富人做刺绣 搞烹饪 等他名气一传出去 许多大富人家的小姐便会拆人前来 让他到府上去教他们 等进到了府里 桑冲又顾忌重施地告诉这些富家小姐 他晚上不敢一个人睡 需要人做陪才能睡得着 小姐们出于好心 又让这丝同住 于是又着了他的道 完全不敢多言 遇到那种不让他近身的小姐姐怎么办呢 桑冲有特殊神器 只要往那女子面前一站 将那神器往他脸上一喷 那女子便立即倒进了他怀里 等事情办成 女子发现之后也是为十一万 那个年代 大多数妇女把贞洁看得十分重要 因此出了这种丑事 他们肯定是不敢说出去的 桑冲在干坏事的过程中 也遇到过许多贞洁裂父 在座了那时候揪住他要去报官 桑冲立马就跪下来 祈求原谅 而且告诉对方 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一容俱容 一辱皆毁 那些贞洁裂父想想是这个道理 最终也只能隐忍了下来 桑冲就靠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在十年时间里作案上摆起 无如载入史册的貌美妇女 打182人 凡事都不是绝对保险的 桑冲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为了躲避官府的抓捕 他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成化13年7月13日傍晚 桑冲来到静州地界 涅村高秀才家里投诉 在来此之前 这丝早打探道 这个高秀才有两个女儿 长得都是角色美艳 虽然大女儿高秀已经出嫁 但还经常住在高秀才府上 二女儿高丽年方十八 则还带自归中 桑冲就是冲着这个高丽而来的 迷茫的夜色中 桑冲敲响了高府的大门 开门的正是高秀才 他将桑冲扮成的年轻妇人 挑了一眼 便抱拳而问 这位小姐请问有何贵干 桑冲这时就告诉秀才 老先生 我叫赵玲 从赵县张图护家过来 是他那的一个小妾 因为被他殴打辱骂 逃难至此 想在您这里借宿一晚 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 高秀才见这妇人楚楚可怜 便动了善心 给了他夜时候 又将他带进南天房内过夜 在桑冲吃饭时 高秀的男人 也就是高秀才的大女婿王文菊 发现桑冲所办的这个少妇 竟还有些姿色 这家伙就起了歹心 于是在众人熄了灯之后 他就摸进了南乡房 爬上了桑冲的床 遇见那龌龊之事 桑冲害怕他的男儿身被发掘 当然剧烈反抗 但是他又不敢大叫 因为怕叫身惊动众人后 他也有露线的可能 于是他使出全力 默默地与王文菊抗争 可是王文菊气大无比 桑冲怎斗得过他 这次很快就被王文菊抓破了一哭 结果可想而知 王文菊发现这个妇人 竟是个男儿身 气急败坏的他 当夜就将这小子押到了庆州衙门 知府听说监牢里 昨夜抓了个男扮女装 遇在高府行窃的小偷后 一大早就来提审了桑冲 面对无情的沙威棍 桑冲老是交代 他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 而是混迹于江湖的采花大盗 知府起初还不相信他说的话 但当这小子娓娓道出这十余年的经历时 知府才意识到抓到了一条大鱼 于是连夜加班写好了奏折 送到了督察院 奏折最终送到了明宪宗首里 他看到这个案子后也十分震惊 亲自写下了凌迟处死四个大字 于是在陈化13年11月22日这天 最大乐极的桑冲被送上了断头台 至于被他凌辱过的那些附加千金的结局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在那个是真结如命的年代 他们的结局应该是很凄惨的 桑冲这个家伙不知拆散了多少家庭 害得多少人遭了殃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您喜欢的内容